魏帝曹瑞一见司马仪的告示,当时气的脸都白了。 这小皇帝可以说是又气又恨又后悔。 他生气,气什么呀?好你个司马仪啊。 你居然敢烦我。 他恨呢? 哈哈,我刚登大宝,你就给我上个表彰。 说干什么?你自愿领兵,镇守庸梁,为防稀署。 实际呢?你是要烦我呀? 更是自己后悔的是,我不应该偏信司马仪一面之词。 看了他这个表彰之后,我不答应就对了。 嗨,不答应哪行啊? 只得就得答应,这也难怪。 怎么呢? 曹瑞年纪不大,他也很懦弱。 现在啊,光剩了生气,着急了。 今天呢,曹瑞见了这个告示,气得直哆嗦。 他立刻把亲信大臣全都找来了。 干嘛呀? 研究对策呀? 把这告示往桌子上一摔,你们赶快看看。 司马仪已经反了,这该当怎么办呢? 意思呢,是让他这些亲信的大臣给他出个主意。 头一个啊,就是那华新的,华新把这告示就接过去了。 看完了之后啊,华新链也白了。 怎么回事? 司马仪这告示写的倒是够歹毒的。 他这告示写了些什么呀? 大义就是这个意思。 说是太祖五皇帝呀,指的就是曹操,创立的基业。 现在他这个皇孙曹瑞登基了,但是这个人德行很差,就人品不怎么样,他枉字居尊啊。 他怎么能够当皇帝的这资格呢? 是有夫太祖的一致,我司马仪已经是三朝的老臣了。 我不能就看着太祖创立的这个基业白白的送予他人。 所以怎么办? 我要从雍梁这儿起兵了,我起兵兵伐曹瑞,这是上映天意,是下何人心呢? 我刻日兴师,一位万民之妄,是归命新军。 归命新军呢,就是把曹瑞推倒,再立别人。 如果有不响应的,就豁灭九族。 你说这告示谁看了谁不害怕呀? 尤其是曹瑞本人呢。 哎呀,他眼不眼望着瞅着周围这几个大臣,等这几位大臣被这告示全都看完了,你们说该怎么办吧? 哎呀,这话心呢,把桌子这么一拍。 陛下,这就是您的不对了,您不该放他到雍梁去呀。 哎呀,曹瑞一听把眉头一皱,可你这不是马后客吗? 怎么,寡人我也意识到了,我不应该让司马仪去那么远,他干嘛给我上表彰? 他想到那儿去,离得远呢,我看不见管不着他呀。 现在呀,真相大白了,你就别说这个了。 哎,华欣叹了一口气,陛下,我有句话是总没好意思跟您说呀。 怎么呢,这司马仪的为人呢,我非常清楚,因为太祖生前,亲口跟我说过,说此人呐,应是狼固,不可负以兵权。 应是狼固啊,司马仪一看东西,就跟那药莹看什么似的一样。 他要往周围这么一撒吗呀,就像饿了几天没吃东西那狼似的。 你说这多甚人呐,您要把兵船交给他,这不麻烦了吗? 现在您派他到庸梁去了,他手下有几十万人马呀,我看,就必为国家的大患,今日是反情一蒙,望陛下,可肃诸之啊,别留着他了,您就把他杀了吧。 哼,华欣这把小阴扇子可真够可以的呀。 长言说得好,一言兴邦,一言丧邦啊,良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的,说话就怕说得结果眼上,司马仪也没在跟前,可他拿起这扇子这种扇,这曹瑞才十几岁啊。 您想他听了话心这番话,他心里会怎么想? 嗯,曹瑞点了点头,您说的对呀。 哎,曹瑞这一夸这话心哪,旁边那王朗说话了,这王朗心里头就有点不太痛快,怎么,你看,本来啊,我应该先说,没想到,让话心把这头给抢了去了。 我找不几句吧,陛下,呃,话心说得对,司马仪这个人哪,我也知道一些, 此人,此人,身名韬略,善小兵机,是素有大志啊,陛下若不早除此人,久必为祸,您还是应该啊,不得斩了对。 好嘛,那一话心就够可以的了,旁边这还一帮乡的,这俩一说话,周围那几个一听啊,都跟着点头,嗯,华先生说得有理,王朗老先生也说得对。 陛下,陛下,您可不能耽搁了,你一言我一语啊,当时,这曹瑞就有点晕了,要不这么着吧,我亲统御邻军十万,御驾亲征,兵法用粮去捉拿司马仪,笔墨伺候。 说着,把笔墨给他摆到跟前来了,曹瑞提起笔来,他就要写纸了,要往下传这旨意,这笔还没等下去呢,蹭蹭蹭,从外边进了一个人,谁啊,大将军曹真,哎哟,小皇帝一看曹真差点掉下眼泪来,那什么原因呢? 因为这是他们家的人呢,亲人啊,哎哟,大将军,你来得正好啊,现在有这么这么这么回事,说着曹瑞把那告示又给了曹真了,曹真接过来看了看,他把眉头一皱想了想,随后又看了一看,话心往朗,不知道这几位老臣给万岁民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啊? 曹瑞把话心和王朗刚才说的那个话给曹真学了一遍,大将军曹真这么一听,倒吸一口冷气啊,哎呀,陛下,使不得啊,怎么,您可千万不能发兵? 司马爷这个人啊,我知道一些,我看此人素无意志,他不会有什么反心吧,跟随太祖武皇帝多年了,也可以说是跟随武皇帝创立基业的人啊,正像他在告示里开头说的那样。 那是一个三朝的老臣了,这人的功劳很大呀,尤其啊,还是文皇帝的老师啊。 文皇帝病重时候,我们到榻前去看望。 文皇帝曾经在榻前赤座啊,给了司马爷一个座位,我们这几个人都在那儿站着,人家司马爷在那儿坐着。 您想想,文皇帝若不把司马爷看作是个重臣,他能这么样待他吗? 这个人我看,他不会反吧? 曹瑞一听极了,把眉目一立眼睛一瞪,什么? 大将军,他不会反,他不会反,这告示是谁写的? 难道说,哼,话都到嘴边了。 曹瑞,给曹真大将军留个面子,没好意思,说出口嘞,意思好像就是说,难道说是你写的吗? 曹真就明白了。 那你说说吧,大将军,假如司马爷要是真反咯,那该怎么办呢? 哎呀,陛下,这告示我已经看过了,方才几位老臣的话我也都听到了。 陛下,您这个着急,这个也难怪啊,不过还是不发兵为事。 为什么呢? 如果司马爷不反的话,您无端的听兵问罪,这不是反逼其反吗? 怎么,人家没有反的意思,您把兵马发了去了,那要把他逼反了可怎么办呢? 再者说了,这告示,这倒是在这儿呢,但是有一样,这会不会是什么人用的奸计啊? 假如说吧,陛下,这告示会不会是吴蜀贴的呢? 吴国的孙权,蜀国的流产。 他们这些人办的这事,实施的是反监地,理解我们君臣。 陛下,您可不可不查呀。 曹真这番话一说呀,是打动了这小皇帝曹瑞。 这当时坐下了,半天没说话。 嗯,曹真一瞧啊,行,怎么行呢? 皇帝听尽我的话去了。 万望陛下,还是派人先查一查,不要上了人家的当,使我君臣自乱,然后无数秤虚而入。 那可就与我大位不利了。 嗯,曹瑞听着这会儿,看了一看王朗化新,开始王朗化新,听曹真说的时候,他们都撇着嘴。 怎么回事,恐怕曹真这主意呀,把他们说的那些话给否了。 你看看,这明明是吗? 也有反应吗? 万岁已经动怒了,眼看就要传旨发兵了。 你这个大将军咚咚咚咚来这么一通,这怎么能行的? 后来一看,皇帝啊,采纳了人家曹真这番话,有那么点意思了,不想传旨了。 这俩呢,赶忙把方才那话又收回去了。 陛下,我们听了大将军这番话,说的也很有道理。 我们也希望陛下三思。 您瞧,这都是什么人性啊? 看着那方,他就转那肚。 曹瑞,挺机灵,挺聪明,但是华欣和王朗这个表现呢,他愣没看出来。 呃,大将军,以你之见,难道说就只当没这么回事儿? 这告示,咱们只当没见着? 外边传一些谣传,咱也不听。 哎呀,曹真一听摇了摇头,怎么呢? 曹真心想,我也不能打百分之百的保票啊。 我这番话呀,虽然皇帝动了心了,不传旨了,但是呢,他还没放心。 怎么才能让皇帝放心呢? 曹真想了想,陛下,要不这么办吧,您可以啊,到雍梁去看看,但是呢,可不能大张旗鼓的发动人马。 您可以呢,效仿恨到伪由云梦之际,您可以到那去啊,逛一逛,名义上,您是去寻姓,哎,到那瞅瞅,皇帝蛮可以来看一看吗? 但是暗地里呢,您到那观察观察,一看司马懿果然有什么反应,您当时讲习,捉住就问罪,就地也可以把他杀了。 如果人家司马懿没有反应呢,您可以再起价回朝,这不是您就放心了吗? 哎呀呀,曹瑞一听,拍手称快,嗨嗨,大将军,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啊,对对对,我一定要效仿汉高族伪由云梦。 曹真说这个仿汉高族伪由云梦是怎么回事啊,这在楚汉相征的时候啊,是汉高族刘邦捉拿韩信的故事。 刘邦打败了项羽之后,啊,封赏了他手下的这些文武。 当时势力最大的呢,就是韩信,韩信败为楚王。 这刘邦啊,总不放心这韩信,说这人手下握有那么大的兵权,他会不会烦我呀? 刘邦曾经找着茶口啊,搅了两次韩信的兵符,就是把他那权力给收回俩回来。 这次呢,是这汉刘邦啊,元旦大贺群臣,哎,祝贺完毕之后,他一人坐那儿这么一琢磨,哎,忽然间想起来了,楚霸王手下有一员大将,叫钟离妹。 此人武艺超群啊,武功十分了得,哎呀,他跑哪儿去了呢? 我不能斩草不出根啊,这人就是死了,我也得看看尸首,他派人寺外这么一访茶,还真给查访着了,说钟离妹啊,就在楚王韩信那儿了。 韩信怎么会把钟离妹给收起来呢?感觉他们是老乡,老熟人,钟离妹没办法就去投韩信。 韩信呢,念其旧情,就把他给藏起来。 哎呦,汉高祖怎么一听怎么着?钟离妹在韩信那儿呢,这俩人要连着一块儿,帮郎一下要是反了,那我不是就完了吗? 赶快派人去要,派人一要没要来。 韩信说啊,这人没在这儿,根本我就没看见,告诉皇帝我可以帮着他找。 刘邦一听啊,这疑心更大了,这不得了啊,我可得派个人去查访查访去。 他派了个密室来了,可巧密室来那天呐,韩信在夏皮正好出去出巡,和亲户后庸的兵马呀。 哎呦,那威风就甭说了,被这密室吓得直哆嗦,他也没啊,访查清楚,到底钟离妹和韩信怎么回事,他就跑回来了,回来就告诉汉高祖了,说万岁,您家小心吧,我看韩信要反,怎么回事,吞吞气魄比您都大,就是您御驾出巡,也没他威风。 你瞧这家伙多会说话啊,本来刘邦心里就不踏实,听他这一说,当时刘邦就急了,他立刻把所有的大臣全都找来了,说韩信反了,你们看怎么办? 哼,这些大臣这么一听,一个个是擦拳魔掌啊,那这是擦拳有声,都火了,啊,感觉韩信反了,那您就御驾亲征,派兵去征讨他吧,把他除了就算了。 呵,当时乱成一锅粥了,汉刘邦这么一听啊,哎,这倒是个上策,对,我亲自捅兵,去发韩信。 还没等他传旨,他手下的谋臣陈平进来,陈平一听,哎呀,万岁,这可使不得呀,啊,怎么了,刘邦当时愣了,你怎么说使不得? 我问问您陛下,您的这兵马,能是韩信兵马的对手吗? 看刘邦一听摇摇头,我这兵马呀,都听从过韩信的调遣,哪能打得过他的兵? 这不得了吗?您首席的这些大将,能比得过韩信吗? 刘邦一琢磨呀,不论文还是武,都不是韩信的对手,陈平一听,这不得了吗? 您兵不及处,将不及信啊,如果您要派兵去了啊,还不入不去,去了就得让人打败了。 如果韩信真跟钟离妹勾结起来,您根本就讨伐不了,再说了,您听密使回来跟您说的,还有没有旁证人了? 别人跟您说过吗? 喊刘邦摇头,说别人没说过,您还发现韩信什么了? 刘邦说我什么也没发现,嗨,陈平一听,纳明根本就不能动兵。 刘邦当时也问这陈平,那我不能动兵,如果韩信要领兵来打我呢?难道我把天下让给他? 陈平摇头,那倒不能,那就是,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?我不能瞅着他反呢? 陈平啊,才给刘邦出了一个主意,说是在韩信驻扎之地啊,就在他那交界地那地方,有个地方叫云梦泽,那是个风景区,此地是风景宜人啊,您可以呢,到那去寻寻猎,就是连打猎啊,您再玩一玩。 古代天子出游寻猎,都要召集诸侯,所有各地诸侯都来,大会诸侯,就在这个时候,您可以把韩信也招来,把他招来之后,如果您看,韩信确实有反应,您派人把他拿下不就得了吗? 何必大兴干戈呢?那时候您捉韩信,恐怕派两个武士就行了,不比您发十几万人马强啊。 哎,汉高祖啊,就采纳了陈平这个主意,果然到云梦泽去游玩去了,他还真的就把韩信给抓起来了。 所以留下了这么一段故事,汉高祖为游云梦,这也是个计策,是陈平给汉刘邦出的计策。 曹真今天想起这个事情来了,他告诉曹瑞,您何不学一学高祖呢? 要不怎么曹瑞听了之后,他那么高兴呢? 哎呀,大将军,你真是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啊。 对,我就用这个计策,他当时传指曹瑞要亲统御林军十万,干嘛呀?到雍梁等地寻兴,我上那儿去溜达溜达,看一看那地区,寻查一番,先得给司马仪个知会儿,传习道指去,让司马仪是准备接驾。 随着曹瑞就做了一番安排,他呀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啊,仅仅留下几个看家的呀,十万人马浩浩荡荡,本雍梁开来了。 司马仪呢? 司马仪啊,自从奉旨来到雍梁之后,他是日夜操练人马呀,一边啊,积粮草,一边苦练兵。 他就要给西蜀点颜色看看,司马仪用兵有法呀,哼,来在这儿不多日子,你觉得本人马给训练的有?崩堤多棒啊。 有人给他贴告示他知道吗?给他造谣他知道不知道,他是一概不知道,造谣的不能上这儿来造来,告示也不贴到他这门口这儿,司马仪上哪儿去知道去? 他还尽心尽力的在这儿干的,忽然间说旨意来了,司马仪赶忙接旨啊,焚香接旨之后,怕使官把这旨意这么一读,司马仪心里头翻了个个儿,他纳闷啊,万岁怎么突然间想上我这儿来寻兴来了呢? 哦,司马仪转念一想明白了,因为啊,我给天子写过本章,是我自己讨的那苦差事,上雍梁这儿来练兵,大概万岁年轻,不放心,到这儿来要查看查看,那好啊,司马仪心想万岁,您来着了,怎么呢?我得好好摆个样子,让您看看。 得给我家万岁提提精神啊,您看,您这司马仪训练的这人马怎么样,甭说我的士族啊,就是把我的军马摆出去都得像刀才的一样,一水旗啊,对。 哼,司马仪啊,操练人马更来劲儿了,这司马仪感情熟读兵书啊,啊?熟读兵书? 司马仪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,他家出身是世代官宦,司马仪祖居温县,这温县在哪儿啊?就是现在的河南温县。 他的高祖父啊,是汉征锡大将军啊,他的曾祖父是豫章太守,司马仪的祖父是尹川太守,他的父亲司马仪是经兆尹啊,相当于一个俊手。 司马仪啊,有兴登政治军事才能,是一个很有谋略的人。 曹操在世的时候,当了丞相,他曾经做过丞相的主部,就是相府里的秘书长,而且他还是太子的忠叔子,就是曹丕的老师啊。 司马仪做过君司马,助曹操搞军事。 曹操不是实行过屯田吗?司马仪呢,给他发展了,说您光民屯不行,您还必须变成君屯,这叫且耕且守。 当时曹操就采纳了人家这个意见,哎,司马仪还有一项大功呢,就是在关于威震华夏的时候,解了凡成之为啊。 曹操死了之后,司马仪主持丧事是内外肃然,有条不紊呢,所以有人称司马仪是用兵如神,所向无前,就是这么个人物。 这回曹操,这回曹操要到这儿来寻兴,所以司马仪要卖卖力气。 喝得这一冲折腾,锐济夜,哎呀,直到司马仪自己满意了,他这才叫士族休息休息,等候御驾。 他哪知道啊,他哪知道啊,他哪知道这皇帝效仿汉高祖来逮他来了。 司马仪根本也不知道,西蜀马素给诸葛亮出这么一个主意,做梦也没法往那上想啊,谁倒西蜀派人到处造谣,而且贴了那么些告示,还贴了曹操的鼻子尖底下去了。 那司马仪上哪知道去,就等了些日子,旨意到了,说是万岁御驾,就要来了,司马仪是立刻整兵出营了。 你倒少带点,他在这一带一共训练十几万人马,这司马仪啊,倒是真忠诚,他全都带出来了。 哼,那真是冰层层,甲层层啊,冰山降海,杀气腾腾啊。 有人早就抱于曹锐了,说万岁宁可别往前去了,怎么,司马仪把所有的人马全带出来了,他确实要造反。 曹锐一听这句话呀,吓得差点从那碾车上掉下来,他一把抓住了大将军曹真。 哎呀,大将军,这便如何是好啊? 你看看,寡人我得亏来了,果然司马仪反了。 曹真立刻安慰皇帝,陛下您不必担忧。 微臣,我亲自去看看。 曹真催马来见司马仪,一见面,曹真就来了个担刀直入。 司马将军,你对得起太祖吗?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? 难道说你要造反吗? 万岁宁已经见怪下来了,说着啪,把那告示就拽给他了。 司马仪看这告示,要说他是从马上下来的,不如说是从马上咕噜下来的。 扑通的下子就吊在地上,是魂飞天外,帽子摔出老远去都顾不得见了。 他跟着大将军曹真来见皇帝,见着曹瑞,跪倒在地,泪流满面。 浑身上下直冒冷汗,叩头流血。 哎呀万岁,臣受先帝托孤之众,安敢有一心了,必是无数之奸计,臣请提一驴之师先破属后罚屋,报先帝于陛下是一名臣心哪。 放声大哭,曹瑞一听,咚,他是余怒未消啊,曹瑞当即传旨,把这位票旗大将军司马仪给撤职,还乡了。 放声大哭,曹瑞当即传旨,把这位票旗大将军出了。